当年没有进入才华当演员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在外面 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 终身的伟大理想 我演了差不多整30年 我发现其实演戏是很内敛的一种东西 当你说一句台词的时候 其实背后会有90多种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演戏是人生嘛 五星秀2019